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7号通报称 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军军工综合体的能源设施 武器库 临时部署点等目标 俄军防空系统则拦截了乌军火箭弹和多架无人机 另外 俄军在库尔斯克地区击退乌军多次进攻 打击了其多辆装甲车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 截至17号下午 乌军继续在多个方向与俄军交战 继续抵御俄军向纵深推进 前线局势依然复杂而紧张 特别是库拉霍卧方向的战斗最为激烈